两家中国小型民营银行上个月宣布,将不再提供涉及纸币或硬币的服务,这是中国正在加速向完全无现金社会迈进的最新迹象。 为首都北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中关村银行说,它将从4月开始暂停现金服务,包括柜台存款和取款以及ATM机上的现金服务。 它的决定是在另一家区域性银行,位于东北辽宁省的辽宁振兴银行,采取类似举措之后做出的,该银行将从3月起停止现金服务。 最新的公告显示了中国的银行是如何转向数字银行的。 除了腾讯控股的微信支付和阿里巴巴、集团控股的支付宝等数字支付应用程序以外,中国一直在为数字人民币进行全国范围的试点计划,已有超过2.6亿亿人下载了数字人民币的钱包应用程序。 在农历新年假期期间,许多中国企业一直在扩大其支持数字人民币的能力。 腾讯最近在微信支付中增加了电子人民币的支付选项,而电子商务巨头京东现在支持在其网上商店购物的电子人民币支付。 上周,中国领先的按需服务提供者美团网允许200多种线下商户,包括餐馆、杂货店、电影院和酒店,接受数字人民币支付。 与此同时,银行暂停现金服务在中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 辽宁振兴银行是一家于2017年推出的民营银行,它表示停止现金服务的决定得到了央行的许可。 另一家始于2017年的民营银行中关村银行表示,其放弃现金的决定是为了加快数字化进程,继续扩大其在线服务的发展。 现在关注编辑实验室,与全球最新的财经信息保持同步。